在該系列的影片當中 我們會逐步的模擬林樹豪的整個生涯 他必須打成三個條件的其中之一 例行賽MVP 拿下一兆總冠軍 或是打到99評分 到底林樹豪有沒有機會 可以成為聯盟頂尖的控制後衛呢 哈囉你們大家好我是諾斯 今天我們繼續進行 林樹豪的迴煌生涯模式 那本集影片的話 我們就來繼續挑戰 我們這個系列賽第二輪 不過在上次影片之後的話 我們贏的還算是蠻有餘韻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會模擬個三場 如果是直接過這輪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決對手的話會是哪個球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模擬這三場比賽 荊州勇士隊的話 到底有沒有機會 可以扳回一城了 我們來看一下 2比0 2比1 哎唷 3比1 OK 在第二場比賽的話 林樹豪再次拿下大三元 各位可以看一下 林樹豪拿下18個籃板 比WEN被YAMA都還可怕 哇塞 然後NextMiss 這邊是拿下25分12分 五主攻四超級的表現 然後第三戰的話 也是差點要大三元 哇林樹豪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大三元製造機 那苦兵感的話 則是在這場比賽裡面 拿下的最多分數 拿下的就是這個29分 哇 林樹豪第四戰也大三元 好酷哦 季後賽 場均25.1分 12個籃板 13個助攻 哇塞 林樹豪有點牛啊 好那我們這個話 先把這三場比賽的經驗值 都給加上去吧 -A few moments later 好那這裡總共我們是獲得 7754點的經驗值 那這裡籃板獵獸 我們就直接給他買到 謎言堂 恭喜 -What 一個空前後衛有指牌的籃板獵手啊 哇塞 那剩下兩百多點的話 我就加了力量吧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對決勇士隊的最後一節 好現在到第四節6分53秒 目前為止的話 勇士隊還是取得領先狀態的 不知道他比賽會不會贏 其實我不敢講 這個變相好快喔 各位可以再重播一下 你看看這個變相 一下球就直接插進去了 來 準備下個擋拆之後 再燒到內線裡面 上籃 被擋到 哎呀 而且我籃板沒拿下來 拔起3分 球沒進 我前籃板拿他亂 Brain 直接拔起 3分球 好球穩被壓碼 來貼到Stam Curry 我們給他一個擋拆 藍底下就上籃給他 絕對不能放3分球啊 來來來看一下 內線 直接是個大打小 直接再進去 擋拆 內線中距離跳投 好球 嘴巴Smith這邊再下個擋拆 外線大控擋 來一顆3分 這球嘗試沒有進 固定位置沒有蹭 調藍底下 翻身上去 這球好球 拿下來再上 那 那 Ingren 把球給我 切入藍底下 直接進去掛籃 我先考給Thompson 不要藍底下 貼好 下籃板 43%干擾 全棍藍底下 球進 好球 這球雖然是頂頭啊 但至少是有肌肉可以放進的 Komiya好點位置 給他藍底下 Klay 手死了嗎 好球 這個防守真的有料 來 Judy Green 可惜 他這個出手是好的選擇啊 不過沒有進就沒辦法了 藍底下 Amiga Klay 底腳 直接手死 8個上面就真來了 Street Point YES 第四階 關鍵時刻了 還要四分差距 最後3分33秒 Klay 直接被操掉 藍底下 直接進去 上籃 好球 要變相 給他藍底下的時候 被破壞掉 沒問題沒問題 捷弱打回來了 5點位置 直接來一個 關杯YAMA 沒進 他要往哪邊走呢 Klay 完了 啊 他們兩位輪番的進攻啊 實在是讓我有點 這個難以招架 藍底下 哎呀 好 我們比數又被拉開來了 來 給藍底下 我們YAMA 回給我 這邊切入 拳棍有個機會 這個外線拔起 我們YAMA來一下再拿 好球 KLMINGA 右側邊直接被守死 啊 這裡又被操掉 他傳的太急了 欸 你不要守不住喔 還好還好 你又被 哇 連續被操兩次 我真的是 收到 啊 犯規 不過他們連續兩次都想傳球 傳快打 然後每次剛好都在KUMIKA 守我的時候啊 中距林 啊呀 沒進 Stone Curry 中距林 完了 最後一截 頂不住了 八起三分 啊 整場手感真的不好啊 最終比數話 127比116啊 這個的話 我們還是輸給勇士隊 目前贊成的這個系列3比2 今天比數到後期真的是 有點爛頭過度了 今天只拿下是22分 11籃板 其實就供四超級的表現啊 那就是我們最後的話 成功晉級到下一任的比賽 158比129分啊 哇 林舒華今天又是大三元 那兩場比賽結束之後的話 我們總共獲得4154點的經驗值 這裡的話我想專注於 增加我們的內線防守 總共增加10點的內線防守 好 那我們現在內防的話 是來到81評分 並且現在林舒華這個建模的名字 叫做 獨一無二 那今天的話 我們是要來對決雷霆隊 那我倒是想看一下 東區的話 是克里夫安奇隊跟哪個球隊出現呢 最後是印第安娜六馬隊 六馬隊何德何能能來到分區第二名呢 哇 光是這樣的一個陣容 Holyburn人家Bernie Beale這樣就可以了 哇 這組合也是蠻厲害的 不過我講認真的 雷霆隊的整個陣容架構的話 真的跟我們長得非常相似 都是近年來依靠選秀獲得一些不錯的球員 包含了 Jaron Green Jobar Smith Josh Giddy Chair Hongren Vitter Wemeyama 等等等等的 只是在於火箭隊這邊的話 多加了一個林舒豪 要不然其實兩隊的話 應該算是旗鼓相當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直接來看一下 對決雷霆隊的比賽吧 好 現在對決雷霆隊的第三節 目前位置的話是62比55 來 直接給內線 目前Chair Hongren已經不見蹤影了 不確定他現在在哪裡 翻身跳走這球沒有進 好 Chair Hongren來到場上了 Josh Giddy 擋在後 掛一斜方 手爛 好球啦 直接內切 灌籃 沒問題 其實剛剛那球在外線做個投籃 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說實在話 內切還是比較穩定的一個得分方式 兩人包夾 直接夾掉 球 直接拿下來 來個拔起三分 呆 這球其實我覺得我已經按得很好 但 就可惜沒進 藍底下 呃 沒有干擾到 可惡 這球Edward 擋拆出來 Gias Giddy 剛剛差點發生失誤 墊布的中距離跳投 球沒有進 DefestMap拿下籃板 tack 給外線敵腳 出手 31%干擾 至斷於這個運球做試探 以械 置入到內線 直接被火關 哎呀 犯規 是嗎 DefestMap外線大空檔 拔起三分球 DefestMap對而言之就是個小 être KD 他那團子的舒暢感 真的是讓我覺得很舒服 PUMP 啊 這是一個干擾 不過再回個CheckHongran 中距離跳投球進 最後一個外線 Jobro Smith再來一顆 這球可惜沒進了 拿回籃板 中距離跳投來了 目前輸好的話是九頭六中 命中來說的話是大概六成七成左右 我猜到他準備運球到那個點上 結果這球是沒有一個超級 可惡 擋拆後 稍微籃子一下再給外面 這球Jobro Smith 哎呀好球 他三分球練起來了 有 因為之前我記得他的這個命中率相當的差 這邊戰術站出來 拔起三分 一球沒有中 再回個外線的時候差點翻失誤 哎呀 這球超掉 拿下來 小晃 哎呀 沒辦法 其實Hunger太高啦 Giddy再一次一個出手 喔 JeskyD連續兩個三分球耶 我這輩子做夢都沒想到耶 Ring一個擋拆 中距離直接拔起 中頭沒進 喔齁 第一角Edward Jobro Smith 嘗試個三分球 點進三顆 對面 我完全被他們拉開來了 這就是我要看到的比賽啊 多麼刺激 多麼精彩啊 來 下個擋拆 外線直接拔起 Green 就嘗試被16%干擾 這換防 可以 你怕守得到嗎 可以可以可以拿下來 哇好兇 哇雷聽隊打一波流很強耶 哇 結果在三分球命中裡 Jobro Smith 來到五成啊 所以我會這麼放心 給他做三分球的投射就是這個原因啊 Jobro Smith再來一個三分球 來 沒進 這是個空檔機會啊 只是他自己沒把握住 Edward 再給他藍底下上方案失誤 再給他踢腳 來一個三分球 我們慢慢追回來 擋拆跑出來外線 這球沒超到 哎呀 藍底下 好球 一個犯規還可以 哇 給我就是Alzender加上Chengren這個檔 才太犯規了 你知道嗎 就他的維度跟我的維度不同啊 他們兩個超高的 你知道嗎 現在來到第三節39秒 二十分分差 這樣進入到第四節算是蠻虧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 嘗試努力一下 翻身 這球干擾得很嚴重啊 哇 完全沒有機會 發起三分 嗯 年紀 好 目前比數的話是90比70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進入到第四節吧 好 現在我們來到第四節啊 那我目前為止是這個 夾帶的非常大的一個劣勢啊 來到這邊 總共是20%的分差 內線 這球 有一個火鍋嗎 來一下拿板 進裡面過來 好球 剛剛那球我真的覺得很容易被干擾到啊 哇塞 帥的咧 可以嗎 守得住嗎 假爛 中距林 還是被他打進去了 Stoffer 直接拔起三分球 哇這個 出手有點太頂了你知道嗎 我不信你會直接進去 破鍋蓋你耶你 破鍋蓋你 再拔起中距林 拿下籃板 來三分球 好球 五點位置 Edoverus 這邊被干擾到了 拿下籃板 再給籃底下 進裡面上籃得分 五點位置 來一下Edoverus 再會給Gate 塞爾森的 這個擋拆 來底下 還有一個干擾 哇 把他推爛耶 好球給了Screen 有個內切機會 進裡面直接過來 好球 好球 其實這是一個蠻常見的戰術 就是在於說 當對方的這個 防守者 看的人是 對面的這個 主控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有機會可以 直接切進去 Edoverus 拿開 再進去 有個空檔 直接上去好球 有檔拆 換防 收到 OK 我現在這個內外防守都已經是 就是這個聯盟頂標啦 直接切進去 過籃 哇拉快來單打戰術 手死 拿下來 直接被兩人包夾 給他Ingrant再給到 JabberSpring 再給他籃底下 他們兩個內切的配合 實在讓我覺得打起來太舒服 不定位置SGA 籃底下直接被火鍋 好球 經典射手 來一顆 SGA 換防 喔唷 這個潘森 這球真的漂亮到我都只能為他拍手 撞一下 撞兩下 唉這球沒拿好 我沒想說就直接幫他做個小檔之後 直接進去 一腳 Edward 籃底下 齁 籃底下 直接上去了 好球 超掉 不過球被拿回去了 翻身 哇這個耐心等待仔細尋找耶 感覺很重要 擋在後中距離 籃底下控檔 再上 好球 中距離呢其實有個很關鍵的點 他其實並不是一定要得分 他如果能夠把中鋒 拉出來中距離這個位置的話 內線就有個更大的空檔可以出手啊 籃底下啊 這就沒辦法了 我看那個捐捐鼓勵 一點想反抗的感覺都沒有 你知道嗎 再掌聲一下 唉呀 應該用高調的方式 轉身 上來 干擾到了 打架再上 唉犯規 可以 這十二分分差 看來只能靠這個載智能力追了 你知道嗎 下掌聲 下掌聲 外線大控檔 來一個三分球 直接進 給我來你下手發生失誤 再給內線 再給我 拔起三分球 墊去兩顆 擋拆 拔起中距離 球進 拔出來 來三分 球沒進 來一下再快 好球 SGA變相 燒了內線 難啊難啊 真的 燒內線 啊被火鍋了 內線直接上去 下籃板 拔起三分球 沒機會 可惡 這樣好啊 Edward轉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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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機會 球再給我 來一下三籃 兩分 兩分二十四秒 八分差距 收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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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球其實真的是有機會被他打進去的 等一下小心 要個犯規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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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SGA 一直 繞著這個 其他球員跑 你知道嗎 我就剛剛是真的很難把他守到 來他進去裡面 可以 搶分搶分 有打拆 店鋪 超距離 內線切入 再回給我 換防 離角 拔起 這球沒有進 我覺得就沒什麼機會了 啊哈 來不及來不及 沒機會了沒機會了 好球 最後這三分球有進 我覺得也就OK了啦 所以我們比數 114 比109 雷靜隊贏下這場比賽 今天聽說 砍下36分九人板 十二助攻二超級的表現 在後期的話 有帶點這整個球隊的話 盡可能再突破這二十分分岔的一個瓶頸 但這個分岔實在太大了 雷靜隊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輸掉這場比賽 這裡我們獲得1830點的點數 那我們這裡就直接把增強能力點到滿 總共需要的是17點的點數 好點滿了 那剩下的話 也就只能點兩點力量 那看起來我到時候 如果要成為九一九評分的話 我連背藍這邊都要點了 但其實事實上 我應該覺得我把總評附加值加上去 其實就夠了 因為林書老師真的不大需要背藍 我們頂多把所有屬性都加到60左右 那也就OK了 所以在下一集的話 我應該會加總評附加值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同意我這個選擇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可以喜歡追蹤觀眾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